1971年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 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 该决议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 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大势 中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 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为维护国际和平 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1960年10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里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1年10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比利时王国 建立外交关系 2005年10月25日 中国与塞内加尔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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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